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改邪归正 那张学良最后算不算从凉 从凉是从凉了 大学吸毒以前 比较多都来 可是假如说他吸毒不吸 那不是最后从凉 从他开始被关了就从凉 女人也只有一个 他就说我就只有一个了 没有办法 所以男人呢 还是岁数大点的会变越来越好 而且要被关起来 被软禁 被软禁了几十年 对对对 要经过磨难 岁数大不表示好啊 我看太多了 当然咱们还是这个应该关心广泛人民的 他们的痛苦 我跟你讲 2011年福布斯杂志公布了一个叫什么呢 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 就是纳税啊 让人民最痛苦的排行榜 你猜中国内地排名第几 前三名 我有这个印象呢 因为我们经常看这些东西 第二 第二排 前三名 对 那个那谁第一呢 国民福利据说超好的法国 排了第一 法国好像是没记错的话 你赚一百块 几乎 当然这 progressive 累进税嘛 一百块 上有六十块 六十七块 给了政府啊 这个 实际上就是说 你看看那个英国当时也是的 英国当时那个累进税的 就是上面那一段 就高速率 到真正高速率 那一段 很多英国人就说 那如果你高到这个地步的话 那我们英国人都移民到美国去了 对 嗯 当时我们在美国 我们说 你还看到美国呢 美国的税这么高 但你没到英国待过啊 后来等到我到欧洲去开会 去都了以后 白欧的人说 英国税收高什么 我们最高的税收 能到百分之七十五 啊 白欧 全世界福利最好的国家 那谁还干活啊 当然 当然了 这个问题就来了 所以这就是我讲 在全世界 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 就是福利好的 税收不好 你找不到的 当然 当然你能找到 税收过福利不好的 这就是最糟糕的了 这是两个最坏的东西 这就我们祖国嘛 刚才那个痛苦 只是跟这有关系 就它的税收率 不是最高 当然它回报的太少 因此 你哪怕只收百分之三十的税 他就对你 不对 拿不回来 对 刚文涛那句话 这是非常重要 刚文涛那句话 要补充一下 你说 税率那么高 谁还要干活 同样会干活 他们整个 基本的哲学是说 你当然会干活 可是你不会为了钱 干活嘛 你是为了那满足感 创造感 付出 真的所谓 社会主义的 理想就是这样 不是为了钱 各取所需 各尽所能 所以我明知道 我干活 这个一百块 给了七十五块 政府 我说九十块 可是我还是会干 我觉得满足 就像我没搞 费也写小说一样 那你说 马云现在是为了什么干 成就感 就成就感 全力感 那种感觉 我问过很多 就说很成功人 身边的人 他自己不会这么说的 成功的人 身边的人都讲 但到那个程度 他根本就不是 看那个钱了 那就是权 因为权是不好吃度的 李嘉宸 我们的权太多了 我不要权了 这种人很少 有这些是吧 你总是觉得 我的权不够 所以许多事情 还没做不好 权力感 比钱更重要 因为他无限嘛 钱多大的人 实际上是赚的是权力感 你这个提法 对我很有启发 他很多人要的 其实就是这种掌控世界 就是 这种感觉 无所不能 这是所谓 对一个将军来讲 手里部队很 母亲很 东 这就是他的权力的手段 对这种 做生意的人来讲 他心理前度 就是他的手段 跟大炮 跟飞机 跟导弹一样 丁老师可能换一个角度 当然一般人是说 权力感 我觉得我有权 我听过一位长辈 很有学问的长辈 还姓教的 我觉得他说法 我个人觉得比较正面 他说 我被需要 我有我付出的地方 贡献感 因为其实可能 我们在说是同一个东西 可是当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权力满足 我这个那个 我个人觉得 我不会说你 我说那些人感觉 这是 对啊 你要权力感 权力跟人永远 放在一个权力的关系来看 可能你从小到大 没被人家尊重过 也被人家剥削太多了 所以你永远就这样看 我那位一位长辈 我是蛮敬佩的 他说 中文就是说 我被需要 我满足了 我付出 我有我的贡献 同样吗 我现在听你说这个话 我浮现出星云大师的遵用 不是 一个大学校 我现在正在努力 按照星云大师的教导 就是说 有人说 你老是被人骗 人家利用你 你知道不知道 我现在就能够这样 心痛说 人家利用我 说明咱们还有利用价值 还有被利用的价值 对 这个鸡汤 但是我说马云 马云觉得挣多少钱是幸福 你可以听一听 钱一百万的时候 是你的钱 其实现在中国最幸福的人 是一个月有两三万块钱 三四万块钱 有个小房子 有个车 有个好家庭 没有比这更幸福了 那是幸福生活 超过一两千万 麻烦就来了 你要考虑 增值 是买股票好呢 买债券好呢 还是马上房地产好 超过一两个亿的时候 麻烦就大了 超过十个亿 这是社会对你的信任 人家让你帮他管钱而已 你千万不要以为 这是你的钱 所以 我对这个半毛兴趣都没有 而且失去了太多 你说你能花掉了什么 你能吃什么 我这T恤在多少钱 负责多少钱 我发现这个马达瓦 他有搞传销的天赋 哪有笨 生意做成功的人 凡是不管东方西方 做的教育程度怎么样 只要生意做得非常成功的人 没有一个人 能去这个本事 就搞传销 不管那普通话讲的好不好 英语讲的标准不标准 人长得帅不帅 那是吃药的 他一定会传销 否则生意做不大 他干的事本质上就是传销 他能够使别人相信他的产品 他的服务 他的项目 对 这个是少不了的 你家成就不会讲话了 你家成就会讲话了 非常有水平 他怎么口才不好 他会退销 你看他讲 他这个讲自己的房子是讲的多好 他自己讲自己做的那个吃饭项目 是讲的多好 对 他在反驳 他吃饭的时候的话 讲的多好 我觉得当然他有他的本领 可是我们经常会觉得 那些成功的人讲的好 是因为他们成功的 我们认定了 我们相信他 像李嘉诚 讲一些话 我们都知道 其实每天看报纸财经版的人都知道 可是因为他是李嘉诚 你这个说到一种 我现在觉得不同地区的人 对这个忽悠的免疫力 也有差别 比方说 我自己感觉 香港人 甚而至于说 上海人 在我的感觉里 似乎对这个忽悠 他有一定的免疫力 他被忽悠多了 你看香港人最爱说的人 港野搜我雷 就是你讲耶稣 他对这种放言高论 好像市民社会 或者商业传统发达的地方 他就比较 你说的再好 好像我们 说实在 我们内地有些人 听这个人讲话很激动 甚至被流泪 我就发现香港观众 他没有反应 理由不是我们被忽悠的多 是我们够冷静 够有顺利 我们没有被流去 他是多少年 多少代 就是在这个市场信息中间 你看美国人就很典型 你看美国的那种 哪怕是下 就是下三级的 最激浪的政客们 口菜都好得不得了 但是美国的老百姓 对于政客们 在好的口菜之下的表达 他的这个紧急性高得不得了 他天天挺 他天天挺 没错 他不知道建国多少 这种政客在炒 炒菜给他吃了 没错 所以说呢 反而是出来一特朗普 把他给忽悠动了 这个一个异类 他不是按照 通常政客炒菜的办法 他外面炒 是是是 但是我要说的是啊 这个马云讲的这个说法 现在受到国家政策的条件了 最近是个什么新闻 引起很多争议呢 就是国家呢 国务院呢 出了一个政策 这政策大概还是叫改革 这个收税 然后就是那个方向 好像还是削富济贫吧 但是呢 最后传出来一个谣言 现在被说都在辟谣 那国务院什么都在辟谣 就是说我们没有说年收入12万 就是高收入群体 就要增加他们的税 加税 这是一个 好像说是一个谣言 一个谣言 但是呢 关于这个留言所引起的争论呢 有人就说了 反映了现在中国相当一部分 这个收入水平上的人的焦虑 就比如说12万 12万年收入 如果你是在一个小县城 也许你的小日子还能过 但是你要是在北上广深 你算什么啊 对 那你算什么 你要是公套房子 你就成难民了 你不要说公套房子了 你都买个车位 你就不得了了 你扛得动啊 你到北京上 去买个车位 你试试看 12万在这种一线城市 全国至少有15个左右的这个城市 12万年薪的 你出去讲的不好意思 所以你请客吃饭 你都不敢去拍胸口 对 所以这就关联到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就说中国人现在的税到底高不高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型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见 所以这个国家这个意见的这个留言一传出来 这个网上就变成了这个这样 你可以看看 这是广东话 这是网络语言 现在这个国家语文委反对这个 但是就是说 还要把老百姓给逼到什么 就是还收到什么程度 可是这里面需要科学的谈论 你比如说这个曾经有一个说法 前国税总局的好像有一个副局长 他曾经说过一个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税负 叫宏观税负 占到了GDP的44% 但是他这个说法一出来呢 就有很多人反对 说有没有这么高 但是呢 有一个公司叫中金公司 中金公司的一个调查呢 据说还可靠一些 说在2014年采这个样 他们认为达到了 就宏观税负达到了37% 达到了就国家GDP的37% 而通常一般的这个线呢 那意思西方国家也不外乎 就是30%到35% 在过去50年中 过去的50年中 最发达的OECD 就是后发组织这个成员国的 税收赚GDP的比重 从24% 涨到了34% 35% 嗯 就全世界最富裕的经济体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你看看他们的人均收入 再看看他们的收回复利 他们也只是占到了34%到35% 你明白 所以你讲一个国家 或者是一个经济体 你税收高不高 这只是讲了一个大故事中间的 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你没有把社会复利这东西放到里面去 你也没有把物价放到里面去 你也没有把呀 这里面的 那个所谓我们讲的英文叫做entitlement 是很难翻译的 我讲就是在那个地方 你的身份给你带来的 还有看不见的 不好用钱算的那些东西 比如说 什么叫身份给你带来的 比如说在美国讲那个entitlement 讲的是特别多的 就很简单的例子 非法的移民 到了美国去以后 哪怕是第二代第三代 如果你没有把它换成你美国公民 你不管你手里有钱也好 你有策也好 你不能享受这个社会里面 一大批法律对你的保障 免费的货物 对你的安全 对你的照顾 你家里出了事故以后 你又没有可以求救 等等这种 就是entitlement 这基本的包括教育 医疗 什么都有 你的选举权 被选举权 你的官员对你服务不好 如果你没有这个 你连选举权都没有 你连选举权都没有 这太多了 在中国 你讲到户口 城乡之间的户口 以前都是这个情况 所以我看他们聊这个 说的就挺逗的 说这次为什么引起 全社会这么大的动静 其实国务院的意见里 并没有把年收入12万 作为划定这个收入群体的一个标准 说这标准是哪来的呢 实际上就是 这早就应该是一个常识 说早就有了 2015年通过的 2005年通过的 2006年到现在 已经实行了10年 12万是个什么标准了 就是你啊 个人要申报的这个标准 然后他们说 为什么大家都好像第一次听到 这说明这个个人自由申报 这个概念 也不大深入人心的 因为在中国大陆 它这个转型的经济中间呢 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 就是税收制度怎么样的根 因为我们都晓得 也许你们啊 印象不深刻 我印象特别深刻 以前我们小时候念 是不是一讲到 社会作为制度 有一些就是 我们从来不叫过日所得税 不是吗 是不是 对 那个北朝鲜 到现在都很骄傲 就朝鲜 朝鲜 不是 sorry 不是 朝鲜 朝鲜 朝鲜到现在都教 说你韩国为什么了不起 你们那么 过人所得税那么高 你看我们朝鲜 根本就不要叫过人所得税 多幸福 多幸福 因为你过人所得税的话 其实你的钱 就是因为你的市场经济 和过人产权 你才叫过人所得税啊 你既没有市场经济 就没有过人 因为过人产权 你叫什么过人所得税 咱们这个税收啊 咱们以前的税收 都是靠供应企 SOE来交的 因为SOE 就是所谓的过游企 交税这一点 是政府低下来的 可是人家网上 有网民算账啊 就说这一对小夫妻啊 你别光看他 那个什么个人所得税啊 他从吃早餐开始 每根油条里都有税啊 这个整个这个 所有的生活下来 房子 这个都 就本身 他这个这些税加起来 还要有消费税嘛 是 因为假如你说城市啊 香港是其中一个 没有消费税的现代城市啊 以前曾经提出过 说消费税 后来大家 所以过去说像香港买东西便宜 就是因为他里边没有这个消费 对没有消费税嘛 像很多地方都有都有了嘛 或者说计划在推行嘛 说起这个税啊 刚刚丁老师提到 entitlement也好 什么他的那个其他方面的考量 其实可以简化为一个问号了 就说好吧 我交多少钱给政府之后 政府能够给我什么 我不能白给你啊 我白给你的话 这就等于收保护费了嘛 缴保护费嘛 社会保护费也保护我 OK 那你我缴了多少税之后 你能够给我什么 这个问号可以要来衡量 不同国家里面的人民的幸福感 城市生活的幸福感 还有这个信任感 还有对财政的信任感 你看我从美国到香港来 待了三年不到 跑到澳大利亚 那么美国的税收高于香港 香港的税收 比澳大利亚要低很多很多 澳大利亚的税收要高于美国 但是我到澳大利亚去 我就发现 你要从税收制度来讲 澳大利亚最公正 我举个小例子 在澳大利亚 你填了税表以后 政府给你算了以后 你交了税 如果你发现 你那一年多交了 你只要把信任证据拿出去 政府不但要把 以前你多交的部分还给你 而且要把这段时间 银行的平均存款的利率 也都还给你 因为政府 白白的 多拿了你的钱 你就感到公正啊 对对 这真是 这公正感你不是口口号喊出来的 所以我离开了澳大利亚以后 我还给澳大利亚交了好几年税 因为我在那地方 他给我还保留了我 在那地方工作期间 你就是出于对他的爱是吗 多交紧 在那地方工作的期间 他把我那个工作期间 还给我通知我 说你离开澳大利亚 你在澳大利亚工作期间的 所有的你的工资中间 我们给你提了一个层 你到六日五岁退休以后 这个钱还可以给你 不管你到哪儿去 我离开了 他还把表迹给我 这就是我讲的就是 你在一个社会里面 马克思讲过一个 就是税收制度是现代国家的财政的基础 绝对的 你不断的复利在里面 而且还有信任 人民对政府的支持 政府对人民的承诺 没有 可是这个有时候也是我们这些中产的愤怒的来源 像香港税收很简单 它就一个税率 两个税率 过了多少 给百分之十多 那么简单 那可是我们中产除了很基本的 当然有公共医疗 可是我们没有公共房屋 很多方面都没有获得利润 可是看到 后来看到当然我们明白 有钱阶级 还可以弄了离岸公司来逃税 当然也不止香港 Facebook的教主 在美国好像缴税 才缴了多少钱 好像几千还是几万块而已 他完全搬到离岸公司 特朗普不是吗 那么多年都没缴税 我们要分路 还要当总统 他还说呢 正是希拉里 你的政策 让我不缴税的 就是 对啊 当然这种事情 你可以有一个说法 还是回到社会主义的理想 我们是命运共同体 多缴税的无所谓 可是这种 比较适合北欧 特别北欧 他们很封闭 一般的生活就在那边 移民率也不高 这真的是一个共同体 我愿意多付 没有关系 我的同胞 多享受 可是像香港 这样进进出出 新移民老移民 也有香港人跑掉什么 就引起很大的争议 像美国也是 而且香港的税收 虽然也不是很完美 但香港税收 有一点 是很值得人们 尊重和信任的 哪一点 二十多年以前 我第一次到香港来 开了一个 国际研讨会 菲律宾就那时候 派了一个 他们国家的 最高的 就是 全国的那个税务总局 二把手 到香港来学习 一个什么东西呢 但你香港 就那么这么一点点人 我们菲律宾那么多人 但你香港 每年的这个政府的税收 远远超过 我们菲律宾的税收 税率整合 但这个奥妙在什么地方 我听到 这是美国人讲的 不是香港官员讲的 不是自税收的 一个美国的专家讲 但因为香港的税率很简单 你一个社会里面 如果税收制度 越是复杂 税率越高 你越是在鼓励人家讨税 这才是智慧 所以我在香港 我就觉得很好 我也不想讨你的税 你也不肯定 我受水的太过分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智慧 这是制度的世界的智慧 虽然香港不是完美的 我让人家讲 这一点是对的 那你认为我们中国内地 也应该有这个智慧吗 也应该有这个智慧吗 也应该有智慧 最后呢都有罚款 罚个什么几千块钱什么的 但是您有意思 就是说 香港同事说 你给他写信 你只要随便说个理由 你说你出差 或者最近不在 我年年给他写信 我发现香港 年年就退给我 把保管罚了 我给了支票去 只要写了信 准准的退给你 罚了还退一下 退啊 我陈情啊 给个道理 名言不畏退了 现在大家知道 听到了 强强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这言多语诗 从明年可能没得退了 是吧 对啊 你说我随便找个理由 我都是很充分的理由 减掉 我最近看了个 经济学家 这个陈志武写的文章 我觉得他挺有意思 他尝试解释 就说为什么 全世界都贫富差距加大 就是这个 富的越富 穷的越穷 甚至是放大了多少倍 他提出了很多原因 核心一个 他就是说 对于世界局势来说 他是一个 实际上 不是富人更贪婪 或者说也不是政府 更怎么样 本质原因呢 是因为现代的 这个资本模式 和现代技术的发展 你比如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他说 好比说姚明 打一场球 那个时候说25万美元 他说在没有互联网 没有电视 在那个年代 一个地方上的篮球明星 和姚明相比 收入不会差那么多 因为这个地方 河北的人看不见姚明 在美国打球 所以他马家会打 也可以凑合看看 但是现在这个NBA 姚明一打球 是全世界的人在看 所以这就造成了 你看姚明他打一场 就全集中在了最稀有的 但是因为他有全球的这个网络 当然他分析很多原因 但是呢 他讲到中国也有一些特殊的 中国的特殊是一个行政垄断 行行业业都要这个审批 然后呢 国家控制的国有资产 这个也造成了贫富差距加大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 他就谈到这个税收 他说呢 因为这个税收呢 咱也不知道你到底怎么用 那地方上的领导呢 所以在中国有人发牢骚 就是说 这个穷人储蓄富人借 穷人捐钱富人花 就是到最后 有的时候是领导花 领导呢 搞面子工程 你搞形象工程 你这就造成这个 我们老百姓交了这个 为什么交税积极性也不太高 我们也不知道这钱交出去 你是不是用在我身上 就是这个反馈的问题 你看我们在中国大陆 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里面 你看有很多的税收的制度 你不能讲去香港 你学不到的 因为太小了 但你至少可以把最发达大的经济体 看看人家怎么样的收税 因为有全国税 有省税 还有地方税 你比如在 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中国老百姓 对于本地的那个医疗条件 或孩子上学的学校的那个数字 就关心了家庭是不是 那么在美国它就有一点 最基层的那个税收 是一定主要是回馈在这两天上 就你说在那个地方的公立学校 或公立卫生系统 这是那个地方居民交税重金 他真的看得进来的东西 这个是他能够算出来的东西 你中国大陆为什么不会这样说呢 是不是 你去很简单的 就是外省的人就抱怨嘛 说北京上海这里面的全国集中的最好的高等院校 对 但是这些学校的这个为什么办得这么好呢 是因为政府给它不钱 这钱是来自全国人民的 我们的孩子就进不去 门槛 那像我这我就说 那像马云这些人 他交的税 比如说比美国富豪或者英国富豪的负担大 还是小 那肯定他小了 就相对来他小了 因为就是这里面你刚才讲的那个例子 就是全球化 你不管技术也好 市场也好 资金的流动也好 资金的管理也好 合法的非法的 办合法的等等 都是因为有了全球化 因为以前那个税收制度的时候 我们是在一个实体经济之下 东西能看得见的 政府要找你也能找得着 对 你也不能在这边面 估计现在人家走了 哪一种事 对 现在都不同了 现在那些钱还要紫吗 没错 现在不用卷款外托了 所以我甚至怀疑 马云脚的税比我还小 因为他有快进士 对他处理 电脑按一个牛 几秒钟实力 几千亿的钱